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凌晨两点多去的那个沙特罗 转于去弄这个点是在山里 从山里到我们停车的那个位置 路已经全冲滑了 找了一个当地的向导 然后带着我们穿村过去 然后又翻过一座山顺着这个铁路 直线公里距离也只有三四公里 准备只有两个小时左右 前边后边就不断在踏坊 也不断在落石 当我们赶到那的时候 这个村被河、山洪分成两部分 把所有的桥跟路都冲滑 然后就开始挨家挨户地劝群众转移出来 有抱孩子的 有腿、残疾的 那水它从山上不断下流 不断下流 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 下来的水还是清澈的 清澈的那种水 后来这水就是往下冲 石子啊 旁边有一个树底 就是特别轻松 旁边有树底 这树就跟搁脉的似的 就爬爬往河里倒 一片一片地往河里倒 回来的时候已经看不见这个村 也看不见我们停车的那个桥 洪水就把我们捐车都捐倒了 我们16个人出的人 10个人进山去捐一群众 当时我们队员是坐橡皮艇逃手的 这个浪特别大 而且水里整棵的树 那些大的什么油桶 挂车呀汽车呀在这边飘着 后来人就被冲散了 因为里边的通讯啊电啊 全断了 就根本联系不上 当时我们带的对讲机 好多已经进水了 当听说这全翻了的时候 那心情就别说了 就是那种只是急 急得不行不行的那种感觉 想哭都哭不出来 当时我们其实出来以后 就已经不行了 体力已经不行了 但后来出来以后一看队友失联了 那真是凭着一股劲儿 然后走出来 要不然的话 说实话啊 说正常的话 都根本走不出来 我们一直就没停 就一直在寻找 到8月1号 说这边有一个女队员 说可能有生命危险了 你们过来看一下 当时我1号2号 我已经进医院了 因为我有通风 然后也是因为这次救援吧 我怕犯病了 反正是多吃的一粒儿 那个止疼药 然后吃出一个胃出血 因为我没去现场 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是在这个化工企业工厂里面 是维修的 我们俩经常一块参加任务 我每回就叫他追过 因为他叫追梦伦 他是水域的队长 有一些水上救援的知识人 他都会跟我讲 回忽伦 入院的时候 我就听他们说 二号 说追梦伦 有信息了 当时我想起来 就是人肯定没事 然后我另外一个队友 给我发信息 说追格没有了 今天我特意从院跑回来 但说你得再住两天 我说我一天都无路了 因为什么呀 因为我追和人都没了 我活着呢 我没一块去呢 没一块回来 已经得知队友牺牲的消息以后 伤心虽然是肯定的 非常伤心 但是这个职员工作一直没停过 我们一块去的这十几个人 第二天能来的全来了 除了住院 就没有一个人说 如果经历这么大的变故 说我第二天我不来了 没退出了 没有 虽然说我们都是志愿者 你不拿工资而不拿放火 是吧 然后呢也没有说 严格的要求 你必须得这么做 毕竟干的是这 然后也有一定的心理之客 然后接着说 这次说救援 牺牲的是我 是吧 其他也会像我一样 说前后后提的 对这份工作这种热情之来 是改变不了 哎呀 做不动了吧 是吧 只要是有能力 能动得了 我觉得不会发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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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